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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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时候就打羽毛球 到我木会的时代 我就是打篮球 幕会的年代我就打篮球 我原本很喜欢踢足球 原本我很喜欢踢足球 但是 后来脚受了伤 后来脚受伤了 就多一点打羽毛球 发现羽毛球都打得很开心 发现羽毛球也玩得很开心 但是当温哥华那时候 有队南球队叫Grisley NBA球队的时候 那时候温哥华有一个Grisley NBA的篮球队 在温哥华幕会 全城的青年人都热冲于打球 整个温华都很热冲篮球 所以我为了得着年轻人 所以就不打羽毛球了 打篮球 为了得着年轻人 我就去改打篮球 自己都不懂得打了 就开始学做教练 看书了 那时候就学习做教练 看书 自学 那时候也40岁了 感谢神 到现在65岁 打了25年篮球 到现在65岁 打了25年的篮球 我发现现在才比较会打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有机会大家一起来玩 有机会大家一起来玩 那就是保持运动 那保持运动 我们要跑到 真的 2070年 起码 要看到2070 我们要看到2070 看到生命树辨植全地 看到生命树辨植全地 感谢神 好 我回回我们的主题了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马太福音第24章 马太福音24章 今天 我顺着神 今次读 马太福音的亮光 那我顺着这次读 马太福音的亮光 我看到这一章 是讲到 天国成就的日子 是神 那我就看到 天国成就的日子 时辰 我们过去 就是将焦点放在末世 过去我们把焦点放在末世 放在灾难 但是我觉得 主耶稣 他在最后的教导里面 那我这次读 觉得主耶稣 在最后的教导里面 其实他的公开教导 已经结束了 他公开的教导 已经结束了 24、25章 24到25章 是讲到末世 是讲到末世 其实就是讲 他再回来的时间 就是讲到 他再回来的时间 是天国成就的日子 时辰 就是讲 天国成就的日子 时辰 我就将这个焦点 放在这一方面 我把焦点放在这一方面 所以我给他的标题 就是天国成就的日子 时辰 所以我给他的标题 就是天国成就的日子 时辰 这样看就正面很多了 那这样看就很正面了 就不是 末世 灾难来到 我们应该怎么 就不是在看 末世 灾难来到 我们应该怎么样 不是为了自己 逃避灾难 不是为了自己 逃避灾难 而是耶稣 在讲的 是天国的成就 是必然的 耶稣在讲 天国的成就 是必然的 在这个地方 他讲的天国成就的日子 和事实 在这里他讲到 天国成就的日子时辰 这个和门徒 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门徒是很有关系的 这章圣经我们分为三大段 我们把这章圣经分三大段 第一段 两节 第一 第二 第一段就是一到二节 荣耀离开圣殿 荣耀离开圣殿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电雨止给他看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电雨止给他看 马太福音记载 耶稣上圣殿 只有一次 马太福音记载 耶稣上圣殿只有一次 就是从凯撒尼亚菲律比 一路下来 最后那半年 就一路走向圣殿 就是从凯撒尼亚菲律比 下来 最后的半年 他就走向耶路撒冷 他在圣殿的福祉 也记载了一次 他只是选一次来记载 他就是选一次来记载 那我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记载 其实就是要强调 最后上圣殿的这一次 很重要 就是强调最后一次上圣殿 这次很重要 耶稣上圣殿 耶稣上圣殿 上耶路撒冷 从凯撒尼亚菲律比 从凯撒尼亚菲律比 就一路走向耶路撒冷 那一直走 就走向耶路撒冷 当中就很多事情发生 但当中很多事情发生 我们一路都看了 我们一直在读了 其实这半年里面 很重要 其实这半年是很重要 就是天国的启示 天国的成就 一切的东西 主耶稣在那里 教导门徒了 就是天国的启示 天国的成就 主耶稣在那边 来教导门徒 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拿到天国的约事 而重要的就是 我们拿到天国的钥匙 真的要相信自己拿到 真的要相信自己拿到 教会拿到了 耶稣给了 耶稣是给了 不是讲一下 不是讲一下 真的是拿到 讲到这里 我有点毛骨悚然 神真是我们中间 我思想要翻翻经文 我的思想要回到经文这里 突然之间 好像灵被提到了 另一个境界 突然间灵被提到 另一个境界 我都出汗 我也出汗 冒汗 知道神在这里 在天国成就的日子时辰当中 在天国成就的日子时辰当中 神在看着 神带着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闯开我们的心 闯开我们的灵 我们来听神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灵 来听神的话 这里我提 翻翻经文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这里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圣殿指给他看 马太基在耶稣上耶路撒冷 进入圣殿 马太基在耶路撒冷 耶稣上耶路撒冷 进入圣殿 然后出了去 第二晚又回来 然后出去了 然后第二天晚上又回来 回来的时候就咒着无花果树 回来就咒着无花果树 然后一直下来 来到这个地方 耶稣出了圣殿 出了 出了 go out 出去 出去了 离开 让我想起一幅图画 我去想到一个图画 以西结书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神的荣耀 从智圣所的地方起来 神的荣耀从智圣所那个地方起来 和基督派一起 带着神的灵一起 跟神的灵一起 以西结书的意象就是 从智圣所 以西结看到的意象就是 从智圣所 出来去到圣殿的门监 那个地方停在那里 神的荣耀出来去到圣殿的门槛那里 停在那里 停了很久 然后从圣殿的门间 去到城墙那里 然后从圣殿的门槛到了城墙 停在那里 然后再从城墙的地方 去到橄榄山 然后在城墙那个地方 去到橄榄山 停在那里 然后荣耀就上了天 然后荣耀就上升了 以西结这样讲 有几个意象 这样讲 他看到的意象 就是 圣殿是神的荣耀离开了 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 其实现在耶稣 他是神的荣耀 他现在离开圣殿 他现在离开圣殿 我们看到第三节 他又去到橄榄山 你看到第三节 他又到了橄榄山 并且坐在橄榄山 坐在橄榄山的山顶 坐在橄榄山的山顶 正是以西结所见的意象 正是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 不止当时以西结 见到的意象 是当时 而且真是 到耶稣 在神的荣耀的时候 他都是 就这样去成就 不单只是以西结 当时看到的意象 是照了耶稣的时候 也是这样来成就 所以当耶稣 他离开圣殿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离开圣殿的时候 他从圣殿出去 他一来就结晶圣殿 他一来就结晶圣殿 赶走了人 第二天他来到 又再教训人 第二天他再来 再教训人 就面对很大的冲突 就面对很大的冲突 他一直讲 到现在 他离开圣殿 因为耶路撒冷的 宗教权兵 完全地拒绝他 因为耶路撒冷的 宗教权兵 完全拒绝他 他也决定 拒绝这群人 他也决定 弃绝这群人 神的国 要先去到外邦 神的国要先到外邦 这个时候 他离开圣殿 这时候他离开圣殿 荣耀从圣殿出去 荣耀从圣殿出去 这个是耶稣的心情 那这个是耶稣的心情 但是门徒的心情呢 完全捉不到 完全捉不到 门徒完全在迷惑当中 门徒完全在迷惑当中 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真的不要这么迷惑 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 不要这么迷糊 门徒呢 就是跟着耶稣出去 门徒就跟着耶稣出去 他们就来到主的那里 出去了 出去了 回头看圣殿 他们说 哇 主啊这个殿 多宏伟 他们就说 主啊这个殿 多么雄伟 他们把殿与纸给他看 这个纸呢 是show 是exhibit 是展示 这个词是show 是展示 就是我们的殿 多宏伟 多厉害 就是我们的殿 多么雄伟 多么厉害 真的是屹立不倒 神很同在 神很同在 哇 真是厉害了 哇 厉害 这个是门徒的心情 这是门徒的心情 跟耶稣的心情 跟耶稣的心情 真的是天渊地别 然后耶稣就跟他讲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你们不是看见这个点吗 他说你不是看到这个 你觉得很厉害吗 你觉得这很雄伟吗 又厉害不倒吗 没有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 没有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 天国成就的时候 天国成就的时刻 发生的时候 圣殿是会被毁的 神的荣耀会先离开 神的荣耀离开了 神的荣耀离开了 其实是应验天国要成就 其实应验天国要成就 耶稣离开了 耶稣离开 甚至会死 甚至要死 但是他会再回来 但是他会再回来 我们去到第二段 我们到第二段 在末世中要看见不受迷惑 在末世中要看见不受迷惑 要看见免得入了迷惑 在末世中要看见免得入了迷惑 就是第四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入 有人迷惑 就是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我就用这里做第二大段 那个标题 我就用这里做第二大段的标题 从第三节去到第31节 从第三节到31节 是这一段的圣经 在末世中 作为门徒 我们要看见 我们不要入了迷惑 在末世中 我们作为门徒 要看见 不要尽了迷惑 就是在末世中 有很多迷惑的事要发生 就是在末世中 有很多迷惑人的事 有很多事让人恐惧的 有很多事让人恐惧 在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 在这里可以分三条 第三节到第14节 3到14节 是末世的开始 末世的开始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说任何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将领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 因为耶稣说 这个殿 没有一块石头 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因为耶稣说 这个殿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面 那就是世界末了 那他们就觉得 这不是世界末了吗 可能一路都没有说话了 可能就一直没有想话 然后就去到橄榄山 然后到了橄榄山 耶稣就坐下 耶稣就坐下来 你看到以色列的预言吗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停在橄榄山上面 在这个时候 门徒问他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发生呢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 其实门徒问 那我们怎么办 这个殿要毁了 我们怎么办 这殿要毁了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帮门徒帅了点 就问你降临 那这时候门徒有点聪明了 我就说你降临 那即是末了 你会回来 就是说 就是世界的末了 你会回来 你降临 你会降临 好像突然间醒了一下 那我们怎么办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你们要谨慎 即是你们要看见 你们要谨慎 原文是 看见 就是谨慎的原文 就是看见 看啊你们要看见 看啊你们要看见 看清楚这样看 看清楚这样看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那耶稣就开始讲了 那耶稣就开始讲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看见 在天国要成就的日子时辰 有三个阶段 天国成就的日子时辰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末世开始 末世开始 就是第三至九节 那就是第三到九节 因为 末世开始是怎样呢 因为有 很少人 冒我的名来 说他们是基督 迷惑你们 就是末世的开始是怎么样呢 有好些人来 说他是基督 迷惑你们 有人冒基督的名来 有人冒基督的名来 第二 有打仗的声音 第二 有打仗的声音 但是说当有 假基督出现 当有 打仗的声音 很大的时候 只是末期还末有道 他说当有 冒名而来的 有打仗的时候 这声音出现 就是最后的日子 还没有最后的日子 但是开始了 是开始了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是灾难的起头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个是天国要成就的 日子时辰 未到那个日子 未到那个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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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事情会发生 就是天国要成就的时辰 日子之先 要发生的 必定发生是起头 还有那个时辰 人会将你们 陷入在患难里面 也都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惚 那时人要把你们 陷在患难中 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天国必定会成就 天国必定会成就 但未成就之先 是末世会开始 在没成就之先 是末世开始 其实这个末世的时候 其实末世的时候 是撒旦掌权的时候 是撒旦掌权的时候 是很黑暗的时候 是很黑暗的时候 打仗 打仗 饥荒 灾难 灾难 但这个时候 我会看到 亦都是撒旦受审判 被动摇的时候 我也看到 这时候是 撒旦被动摇的时候 是到最后的挣扎 是到最后的挣扎 他尽可能地 游乱整个世界 他进口能 游令整个世界 很多的打仗 很多的饥荒 瘟疫 很多打仗 饥荒 瘟疫 这是灾难的起头 神的子民会被杀害 会被恨恶 他们在患难中 但这个是灾难的起头 那他说这是灾难的起头 是末世的开始 请知没有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时刻 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 灾难 灾难 打仗 很多人说 他们有他们的神迹歧视 很多人说 他有他神迹歧视 假的宗教起来 假的宗教起来 假基督的出现 第二个小段 第二个小段 末世临到 末世临到 第十节至第十五节至二十八节 十五到二十八节 我跳过了 我跳过了后面 即是第十节到十四节 我跳过了十到十四节 提提很多人跌倒 假先知 起来等等 底下就很多人跌倒 假先知起来 在这个时候 门徒要忍耐了 这时候我们都要忍耐 在末世的开始 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忍耐了 末世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忍耐 天国福音 天国要成就的 天国的福音 要全遍天下 天国的福音 要全遍天下 我说到这里 我自己又有一些 觉得神很同在 讲到这里 我又觉得神很同在 因为神已经叫我们 要遍直生命树 因为神已经叫我们 要遍直生命树 就是生命树 要遍直全地 天国的福音 神的角度 要去到全地 就是生命树 要遍直全地 神的福音 要去到全地 全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到 Amen 我真的很希望 在我有生之年 我看到末期来到 我真的希望 在我有生之年 看到末期来到 是真的有遍直 要遍直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15节至28节 15到28节 就是说到末期 末世来到 就讲到末期 末世来到 那时候 大家要逃难了 那时候在犹太 的人应当逃到山上 那时候在犹太的人 要逃到山上 在家里就说 不要再收拾东西了 在房子里面 不要收拾了 当那些日子 怀孕和乃养孩子 有祸料 当那些日子 怀孕和乃孩子 都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那时 不要遇见冬天 就是安息日 就叫那时候 不遇见冬天 或者安息日 因为安息日 他们就不能走 因为安息日 不能走 行的路 有计算 因为要走多少里路 是要一个范围计算的 那时必有大灾难 那时候必有大灾难 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 必有人说 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难里 那时候有人说 有假基督 和假先知 基督在这里 基督在那里 有假基督 假先知 有很多迷惑 有些人说 基督在旷野 有些人说 基督在旷野 还有闪电 从东边发出来 直到西边 有闪电 从东边发出 直到西边 那个时候 就是灾难的临度 那个时候 是灾难的领导 我们看到今天 东方闪电 在国内出现 我们看到 今天东方闪电 在国内出现 就是假基督 还说是女基督 他说他是女基督 他说闪电 从东边发出来 他说闪电 从东边发出 直到西边 直到西边 他就说 他们是东方闪电教 所以他们说 自己是东方闪电教 其实是邪教 其实是邪教 我们真的不要入了迷惑 我们真的不要入了迷惑 有很多人 有说自己是圣教 有很多人说 自己是圣教 正教 圣教 正教 圣教 现在在国内又发生 现在在国内 也在发生 我们有些的 懂得有些的人 都会跟着这些 我们认识有些人 也跟着这些 我们真的不要入了迷惑 我们真的不要入了迷惑 末期临到的时候 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末期临到之后 就有这些事情发生 现在也看得到 其实这些事 现在也看得见 29到31节 那29到31节 就是末世过去 就是末世过去 末世临到了 真的末世会过去 末世临到了 末世会过去 那些日子的灾难 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 尿月亮又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都要震动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势要震动 整个宇宙变黑 大地整个宇宙变黑 众星堕落 众星堕落 整个世界大乱震动 整个世界大震动 天势震动 天势震动 第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事头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满足 都要爱慕 他们要看见人 只要能有力的 大有荣耀的 家着天上的云降临 第三十节 那时人子的灾难 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 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 人子大有能力 大有荣耀 当这些灾难过去 末世这些灾难过去的时候 人子就显现了 显现在哪里呢 人子要回来了 人子要回来 他会先在橄榄山那里下来 就是耶稣坐着的地方 他在这里正在讲这番话 人神的荣耀要重复回来 人子的荣耀要重新回来 天国的日子时辰 必然会临到 天国的日子时辰 必然来到 然后我们到最后一段 然后我们到最后一段 主降临的时日子时刻 主降临的日子时刻 他说你从无花果树 学比方就看到了 他说从无花果树 学比方就看见了 罗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 那他就知道 人子近了正在门口 这个无花果树 我一直传统的戒经 就是指以色列 一直在解经就指 这里是以色列 当以色列复国了 当以色列复国了 你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 你看到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 我们也是这样相信 我们也是这样来相信 但是那个日子 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 但是那日子是哪一天 没有人知道 36节 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只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36节 但那日子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天上时辰也不知道 天国必然会成就 那个时刻必然会临到 天国必然成就 那时刻必然会临到 主啊 那个时刻 我们没期来到了 我们应该怎样呢 那门徒就问 主啊 那时候来到 末期来到 我们应该怎么办 主啊 一定会来的 主就跟他们说 一定会来 而且很近了 但是那个日子 我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只有父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当时的时候 两个人会取下一个 撇下一个 就是那时候到的时候 两个人会去 撇下一个 取去一个 第四十二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 哪一天来到 四十二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是哪一天 你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到了 你想不到的时候 他就到了 所以你要警醒 有信心 有见识 你要警醒 有信心 有见识 所以四十五节 随时有信心 就是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所以四十五节 随时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按时后分量 按时后分量 管理神的家 管理神的家 那门徒就说 我们怎么办 耶稣说 你不知道那是神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必定会立到 但是必定会立到 我应该怎么预备呢 那怎么预备呢 要认识这个世代 要认识这世代 认识到已经是末世了 认识到这世代末世了 而且要按时后分量 而且要按时后分量 你是我的门徒 你是我的门徒 你要按时后分量 要按时后分量 不要怕 不要怕 按时后分量 按时后分量 你就有福了 你就有福了 不要 因为这么久 我都不回来 你就动手打其他 欺负其他人 不要因为我这么久 没回来 你就动手打其他人 不要欺负其他人 不要欺负别人 在你想不到的日子 人子就到了 在你想不到的日子 人子就到了 天国就会完全成就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当中 无论是起头 或者已经临到中间 或者是领导在中间 我们知道人子已经近在门口 已经在了 好像仿佛神跟我们说 2070年 我们会看到 全地生命树遍值 仿佛神告诉我们 在2070年 我们看到全地变质生命树 而且神用他的方法 而是神用他的方法 原本说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就努力开学房 开教会 原本用我们的方法 我们就努力开学房 开教会 变质生命树 但是一个COVID-19来到 我们什么都不能动 但是这个COVID-19来到 我们什么都动不了 但是我们却是转身成为一个媒体教会 但是我们转身成为一个媒体教会 现在我们媒体的制作 去到全世界 现在我们媒体制作 是去到全世界 很多人在看我们 我们感谢神 神有他的方法 我们感谢神 神有他的方法 我们就警醒地跟随他 我们就警醒来跟随他 不需要怕 不需要怕 但是我们要有预备 但是我们要有预备 最重要的就是起来牧羊 最重要的就是起来牧羊 按时候分量 按时候分量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 到我来的时候 你就蒙福了 到我来的时候 你就蒙福了 所以我们 进入末世当中 我们在等着神祝福我们 所以我们进到末世里面 我们在等候神的祝福 好像小朋友 派食职表一样 好像小朋友 要等着城市表一样 如果你不读书 乱考 派食职表就是审判 派食职表就是审判 如果你读得很好 那如果你很努力 认真 考得很好 派食职表就是你的奖赏 派食职表就是你的奖赏 我们期待着神奖赏我们 我们期待神奖赏我们 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一起用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动作 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邀请先生的弟兄姊妹 你们也站起来 找一个比较松动的地方 动动我们的手 动动我们的脚 预备我们的身体 背景使用 Amen 我们伸一下我们的脚 一起来 翻倒 我走到神地积坛 到我醉吸了地声那里 神啊我地声 我要尝试赞美你 你的自爱高级竹田 你的心事上大秋桩 你的酒无闻 將我安置在高層 一 二 三 四 舉高手 我們搶開新歌神的面前 揮著一下小孩子的鑰匙 轉個身 一 二 三 四 舉手 二 三 四 我們唱出這個我們的鼓 舉手 打開 舉手 再一次 一 二 三 四 舉高手 揮著一下小孩子的鑰匙 兩個圈都準備好 一起跳起來 來一次 像所有的榮耀送到Baby的耶穌 在你的面前我們要花起讚美 來一次 揮著一 三 四 我們的本項 轉個圈 準備跳起來喔 再一次搶個心 將榮耀送到的被我們的愛我們的主 讓我們每一個人在面前 在誰的面前都會來讚美你 來 再多敞開我們的心 揮卷揮卷 對 轉個圈 轉個圈 我們就一起跳起來 一 二 三 喔 再一次 將榮耀送上 伸出自己的腳喔 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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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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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今天人們的身體 主啊 謝謝你 我們在當中 我們一準備一起搶我們的主 一 二 三 一 三 三 三 跳 哈利路亞 大家姐妹 我們一起繼續讚美我的神 神我們都可以讚美你 你讓我們能夠闖開心去敬拜你的那位神 神我們歡迎你更自由地往下我們當中 我們可以一起用謊言去到 歡迎我們的神來到我們當中 哈利路亞 我不會陪你 讓我們一起躲到的ところ 這個感覺 我會想說 然後在你陪伸你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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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全上你是我的主 我的神 何卻没有什么难受 迷失 谁对我们一切起手 保守我们所有思想 教练我们力量和我们的盼望 谁是神 必是我的主 我的神 祂承认改变我 所有的烦恼苦痛 曾经不可能 生未可能 曾经是敌人 如今复活 谁能不能胜过 却能出生命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 很伟大的事物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心靠着一处 在他凡事都能传达相依 神的神是我的主 我的神 在他没有什么难受 迷失 谁对我们一切起手 保守我们所有事 在我上随身之处 保守我们的盼望 谁是神 必是我的主 我的神 祂承认改变我 所有的烦恼苦痛 曾经不可能 生未可能 曾经是敌人 如今复活 谁也不能胜过 却能出生命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 很伟大的事物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 很伟大的事物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他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他顺待殊降约上 school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在我上下随身之处 你也顺服神的华语 Inredo Sall beğen پung 吸氏 神的华语 在我上随身之处 神的华语 我方相信 zijn 华语 我方相信先 fallen 主耶稣 在他上随身之处 神所以神会 多谢羚色 是an véi ni 主耶稣太太太犏忍 是第一次当中 persec Tat Tout'Avah 主耶税疏 没有离开过我们 知道没有我们一同的 来开声 我们为了神在疫情当中 在没世的征兆都临到的时候 主仍然眷顾六一日 神迹其写当中的来到发生 我们开声用我们的谎言 和五诗来到去 多谢神 让神有献上感恩 多谢神 神开心 主持人 多谢咱们 祝你 祝你多谢你在疫情里面 你不单止让我们每一个 都是平安安稳的 祝你也让教会 向前跨进一大步 祝我们不单止可以在香港里面 我们的信息转到18区 甚至是透过媒体 我们的信息可以去到 世界各地里面 祝你多谢赞美你 好像人都被规限了 不能够出外 但神你让我们的信息 让神你的话语 甚至跟随神 妈妈的味道 甚至所有媒体的节目 这些活动都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祝你同样不单止 你让我们每一个计划到外面 祝你也让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意念 主有更多的可以向前行 耶稣我们为着你在疫情里面 所作的一切的事情 向你献上感恩 主是因为你将这个药士 去交给你的教会 主是因为你将这个药士 主是你亲自将这个药士 交在你的教会里面 主是以致我们能够 建基在你的盆石上面 听见我们 好吗 我们将我们的手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在灵里面 再一次的你要确认 神将这个的铁匙交给我们 我们拿起我们的手 我们仿佛就好像 一条铁匙一样 就像牧师所说 在611的时候 神真的在实体里面 将药士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同样宣布在灵里面 主已经将这个铁匙 在末世里面 教会的铁匙 你会交给我们每一个 耶稣我多谢赞美你 主我多谢赞美你 主我多谢赞美你 主你有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 真是体见 主你给我们的托福 甚至你把这个药士 交给我们 耶稣我多谢赞美你 主这个药士 是开启这些门 主你无论是这些福音的门 主我们宣告我们都能够开启 甚至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都能够开启 甚至神迹歧视的领域里面 我们都能够开启 主我多谢赞美你 主当我们拿着这个药士的时候 主我奉你的名字 你要宣告我们每一个都是被你所猜险的 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要拿起这个药士 主我们所开的 无人能够关 我们所关的 无人能够开 奉主的名宣告 我们要拿着 天国的药士 打开全福音的门 弟兄姐妹 现在在灵里面你拿着这条的药士 就要开你的亲人 未接受耶稣的心满 未接受耶稣的亲友的心满 现在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 我们要打开他们的心 主要你打开他们的心 主要你打开他们的心 主要将我们未信主的亲友的心 现在就要打开他们 大家一起开声 为自己未信的亲友来祷告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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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 都要打开 打开 主要他们得救的日子到了 得救的日子到了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为万民作见证 然后伯奇才来到 同样 主要我们要用这帮药士 去打开教会传福音的门 是我们所住的家 都要有一间六一一 大家一起开声来祷告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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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ов denying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打开 你也信不信你欢迎 将我散在心心之处 你看他今日为你成就 何能回答事物 你也信不信你欢迎 将我散在心心之处 心靠主耶稣在他 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神不单止要使用我们 媒体是末后的日子 一个真正要必胜的工具 请大家一起举手为我们的媒体示功 为我们的传福音的示功 为我们的牧羊一切开声来祷告 主要我们宣告我们 拿着神祢给我们的锁示 无论我们在媒体的里面 无论我们在全福音的里面 主我们要进到一个更新的领域 一个更深的领域 并且一个更广的领域里面 耶稣祢祢为我们开展一块 是我们以往不能够进度的 但主今天我们有这个锁示在手里面 我们能够开启每一道门 耶稣祢祢让我们不单止在香港 不单止去到外国 甚至宣告很多山区 他们以往不能够听到福音的 主也借着媒体都能够听到福音 耶稣祢我多谢祢祢 弟兄姊妹我们为牧羊的锁示来祷告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要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小组长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牧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重神的话 我们开声祷告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小组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安时的分量给他们 让他们是得着慰养的 让他们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他们不自惧怕 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他们灵然有耐心去等候 天国成就的时刻 我们开声去祷告 我们应该开声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能够警醒 我们能够预备好 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回来 圣经说主人来到 看到祂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们开声我们进到灵里面的祷告 求神大大祝福我们的牧羊 我们每一个小组都要大大的化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宝 Está我了解 那依然神的华里 在我烧在神圣职处 你看祂今天为你忿愁 和能回答的是我 可依然是不神与华丽 照顾上在信心之处 信奥祝耶稣在祂凡事楼台 哈利路亚 你知名我们一同举手 靠着神给我们的拳兵 我们同声开口我们祷告 为到COVID-19这个疫情 求神紫色这个瘟疫 来救助帮助受感染的人 全球已经有超过七百多万人 是受感染的 美国和巴西现在都仍然是全地最大的灾区 求神将耶路撒冷的平安赐给香港 和全地 在全地正在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的时候 动乱的时候 动荡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主的平安 拿起我们的权力 穿告平安 我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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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荣雅CMC媒体中心的申请 最后一道关 就是我们要把楼梯 由地上升到一楼 现在所有政府 很多部门都通过了 就是地正现在未通过 是最后的 之前他拒绝我们的申请 现在我们要祷告 大家拿起天国的铁匙 这个地正应该是荃湾的地正处 我们拿起铁匙 要完全的成功 主你亲自猜派使者 来成就这件事 我们拿起神给我们的权兵 打开地正的门 让我们的案件得以顺利的通过 并且有好消息要立到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 Amen 好 现在我们再做多次 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牧羊 甚至你的需要里面 有哪些门现在未打开的 你眉上眼 用信心在灵里体见 将这个锁匙放进去 这道门 的锁匙孔里面 对教会来说 这个是片直 生命树 这道的门 对你来说 可能是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 健康 儿女的关系 你的儿女 你的下一代 可能已经离开你 甚至在你的身边 但她的心已经离开你 或者离开了神 你把锁匙放进这个门 那里 开了去 信事针 信事针一开 極责 她灵里这道门就打开 你就进入去 带着神的荣耀进入这个门 原本里面 原本里面是黑暗的 现在光明进入 神的光 进入 你所打开的门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歌 我们所打开的门 五十二年编直的门 全地的门 土地的门 婚姻的门 健康的门 两代之间的门 工作上职场的门 神都为你打开 并且你完全得着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Amen Hallelujah 多谢主 好 我们停在这里 祝福大家